接下來要看天氣了 提醒大家 今天的天氣來講 下雨但是不至於太冷 不過明天就會明顯的變天 一定要注意 先來看看今天下雨的狀況 雷達回坡圖 你可以看到 台灣海峽上空有很明顯的對流 因為封面已經在靠近當中了 現在金門馬祖 就有出現雷雨的狀況 而且苗栗以北 其實陸陸續續也會有下雷雨的機會 因為回坡正在靠近 那今天早上這波雨下完之後 下半天風雨又更近了 水氣又更多了 所以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提醒大家 建議大家 最好今天還是要帶雨具 如果你真的很不想淋雨的話 今天真的天氣非常的不穩定 而就溫度部分來講 倒是跟昨天看起來變化不是太大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地面天氣圖了 請注意 變天的時間點就是落在今天深夜 以及明天清晨 你一早起床的時間 因為封面大概半夜的時候 就會來到台灣北邊了 明天一整天就是封面通過的時間 目前看起來天氣狀況 會比今天更不穩定 全台都有下個機率 甚至月封面對流旺盛 也會有雷雨 那明天雨一邊下 後面的冷氣團一邊衝下來之後 冷空氣下來了 明天一整天就是降溫最明顯的時間點了 所以你明天記得要多穿一點 整個曲線 溫度曲線的走勢 我們一起來看在北部地區 一定要注意 今天白天高溫還有28度 因為風前暖區 溫度不低 但是明天冷空氣下來之後 白天可能只剩下20度 到了晚上13度 接下來星期五開始就冷氣氣了 11度的低溫 加上不到20度的高溫 同時最讓人凍被掉的 就是它是一個下雨的狀況 因為華南運氣的水氣 會一波一波出來 所以在星期五到下個星期 就四天冷氣團影響的時間 同時也是下雨的 一下雨可能很多人就說 那我剛好又放假 又下雨又冷可以追雪 確實目前根據預測 其實在一些高山 因為水氣多又溫度低 下雨的機會是很大的 而且可怕不是只下一天 可能會下個蠻多天的 目前看起來 到連續假期第四天 下個星期二 溫度會稍微回升一些 但是下雨的狀況 在北部還是有的 所以你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如果你真的要追雪 提醒大家保暖 還有注意安全 再來南部地區 也會有一些溫度的變化 南部地區明天白天還有30度 因為冷空氣還不至於到南部 但是在一個晚上的時間 到了星期五 南部就只剩下24度了 要注意 而且下雨的狀況 其實南部地區也是會有的 在後面這幾天偏冷的一個情形 南部的觀眾朋友 記得提醒大家 也要注意保暖 那目前的預測看起來 連續幾天都會下雨 而且可能有些比較大的雨是出現 這是不是好消息呢